拉到北爱街就开炮 我是急性子 副机上我都准备好了 哈喽腾讯视频Doki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小美满这部剧也在国外热播 你觉得国外观众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我能说男主长得比较帅吗 算了 甜 甜 小美满这部剧当中你饰演的冷面学长赵范周和你本人相似吗 不太像 因为赵范周的话 他做事情比较稳 然后我能做事情比较直接 我是个急性子 直接干脆利落 因为我上学我老师很爱跟我说的一句工具 你做事情就是拉到北爱街就开炮 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答案 你就拿着一半的原因 就当做是答案 那你觉得自己和赵范周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做事情比较执着 就认定对的一件事情就会坚持下去 你做过最执着的事是什么 那肯定就是坚持走表演这条路 我当时大学考到上海 就一个人出那么远的门 又要学一门 他们不太了解的学科 所以不太放心 但是看我坚持走下的成绩还行 就也比较放心些 现在家人会怎么评价你的事业 现在来追我的剧啊 我奶奶婆和他们都还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什么的都会说了 我曾经拍了剧 希望大家过得这一层挺开心的一件事 那你和赵学长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他太会套路了真的 赵范周简直就套路啊 他的这些套路 随便一抓就是一个撩人的技巧 我根本不会成功花式套路 套路女主真的一步一步 但就想掉进自己的秦王 有网友说 小没马里男主喜欢女主的时候有点太突然了太快了 对此你怎么看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不够快吧 如果要快的话应该一见钟情那种 如果换作是你喜欢上一个女孩 从认识到表白你大概需要多久 不会太长 我是很直接的 可能会准备几天吧 会很快 我是急性子 距离最后的走向可以给咱们预测一下吗 不能预测 不就剧透了吗 如果甜度满分值是百分之百 你觉得最后大结局你能给多少甜度 那我不也剧透了吗 说一下比例吧 说比例那不就是大家都能猜到剧情了吗 哎呦我天 那我说吧 你这个减不减 反正你们是腾讯的 剧透了就怪你们 甜度是百分之两百 你平时有没有在追剧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弹幕 追追追 有一条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谁说龚俊不帅 我跟他急 谁说龚俊唱歌好听 我也跟他急 反正我是笑了 片头曲不就我唱的吗 我工作人员说我唱的那首歌像儿歌 请欣赏儿歌 想把你揉紧我怀里安抚你的不安 这同学你说的非常对 我无法反驳 是挺天真的 小美马拍摄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戏 机场那场戏印象最深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 只有一两条的机会 然后呢 刘文宇因为那场戏 是他的荧幕出闻 他还挺害羞的 就是害羞到蹲下去了 我就把他拉起来 说我们得赶紧继续 要没时间了 要被保安轰走了 牛牛给自己的手或者睫毛 想上保险这样一个冲动 我还真没想过呢 我这个人去买保险 不是特别了解 都是我妈给我买的 投个百保安 这是他的保额 粉丝想知道你的负基照 大概是什么时候发 负基照那不得粉丝破贵了 几百上千万对吧 我都准备好了 我很早就照好了 去年就照好了 新选了几张 我把他们加了个新 小美满播得好的话 我就放给大家吧 肯定会播得好 你平常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 能展示一下吗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吧 是我团队的朋友们做的 君是这么尴尬 你平时上网冲浪的时候 会看一些什么 我会搜我自己 我是有小好的人 看大家提到我干嘛 实在 我工作人员其实挺崩溃的 我说我们工作是不需要 舆情监控的 自己就是 有一些或者言论说我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改进 这我赶紧发给团队的朋友们 大家记得做到 我像个老干部 到目前为止 你的网名有多长 太长了 我从初中开始就上网 玩游戏 你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 不记得了 阳光少年 阳光男孩 可能是吧 还挺一堆 比较阳光 你最近加入的有趣的群名是什么 小美满 小可爱群 目前我在这个组的群叫 奥斯卡办你们家之前有个群叫爱我你怕了吗 是我的好朋友们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男粉 跟女粉一样 我还挺棒的 谢谢大家 你最爱吃什么零食 我最近没有怎么吃浪威仙 因为超市卖的不多 我最近爱吃虾条 所以考虑把虾条变成自己的粉丝名吗 no 为什么 虾条感觉怪怪的 不要 有什么想对最初就支持自己的老粉说的 我这个人真的不善言辞 很感谢大家 最初陪伴到我的 那真的是一路走来吧 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喜欢我 也一直用心的在讽我